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松山路的美式牛排 這是這間店側面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感覺歷史很悠久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生意都蠻好的 庸山區就是正常的 牆上就是感覺像是歐美風格的背景 牛排的價錢都還蠻便宜的 內用還有汽水機 我要內用兩個菲力牛排 一個黑胡椒 一個蘑菇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夜市牛排的形式 感覺應該是蠻快的 好 那總共是660 那這個店裡的玉米濃湯是自己盛的 現在就喝喝看 是那種台式的玉米濃湯 感覺就普通啦 輕輕的輕輕的這樣子 那就還好喔 那怎麼樣 就還好而已吧 那蛋化湯 啊 那蛋化湯 嗯 蛋化湯 淡淡的淡淡的 蠻普通的 就清湯 用玉米濃湯的感覺 清湯的 很淡 因為上次也有M粉講說 這家店歷史非常悠久 所以特地來吃吃看 然後這個是餐包 好 現在就吃吃看啊 奶油餐包 很膨鬆很膨鬆 鹹香鹹香欸 好 覺得 因為這樣很扁啊 好 分數是70分 好吃嗎 好吃嗎 一般啊 也很一般喔 也好難得講一般喔 呵呵呵 我是滿分喔 一般般 一般般 這個煎牛排的鏡頭排醬 休燙燙燙燙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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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的 看它就是烤生蛋上去 再放牛排上去 好 那M嫂的就好了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菲力牛排啦 好 M嫂我注意到了 嗯~~ 讚喔 但是牛肉到底行不行呢?不知道 這麵是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我喜歡螺絲麵,這個不是螺絲麵 那現在重點就完全落在肉這一塊 這我感覺上好像是蠻嫩的喔 嗯~~ 肉感覺還可以喔 不過跟一般的斐粒不一樣 一般斐粒是比較圓形 然後比較 比較像一個圓筒形 這個感覺是比較扁平形 扁平形的斐粒 好,但是肉質是斐粒牛排的肉質沒有錯 OK,我覺得還可以 330,這樣我覺得是 90分 算嫩啦 然後感覺上也是圓形肉 感覺上 好,店家也算客氣 然後這個黑胡椒醬的味道也還不錯 不會過辣 好,我們就請滿份大師來嚐 看這肉到底行不行啊 沒關係,就看要怎麼講啊 我們不要影響滿份大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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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不錯不錯 不錯,沒有到滿份 肉滿份阿 有沒有滿份 沒有 肉滿份阿 哈哈 肉好吃阿 好,再來是麵阿 麵要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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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龍他沒有 比較輕阿 麵都太輕了 對啊 不喜歡 那不與製品阿 麵就不與製品阿 麵就不與製品阿 麵還沒吃阿 湯不與製品 說說了 然後那個 餐包的話是剛好我覺得 如果平是 只有60分 我剛說70阿 那就60好了 少一點 再請滿份大師試試看 這麵到底行不行 好,那當然個人喜好會有加減份阿 是一定的阿 蛤? 不喜歡 所以是不行 麵不錯吃 真的阿 真的阿 那幾分 妳還沒吃到就說不錯吃 不然妳就吃了阿 好,幾分 好,幾分 這個不講分數 代表一定是有點不OK 不是阿 這是好吃 但是好分阿 不會 我就這樣喜歡QQ的 雖然我影片也常給你滿分阿 但是哪有那麼多滿分阿 我才不信 我吃看看 真的好吃 熱麵我喜歡 我們小朋友講說不行 然後媽媽說滿分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阿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阿 嗯 麵吃起來好像有點像烏龍麵的感覺 這很不錯吃阿 有點那種烏龍麵的感覺 有一點像阿 有一點QQ的嗎 QQ的嗎 對啊 可是這不是我喜歡的螺絲麵 然後那個蘑菇醬稍微鹹一點 然後麵感覺就是 吃起來表面有點那種 糊糊的感覺 表面阿 不過這個觀感是看個人阿 我是不喜歡這種口味的麵 如果我評的話大概只會評65分而已阿 但這個個人的口感是有很大的差異阿 滿分大師是滿分那我也沒有話講 不會阿 我怎麼不喜歡這種麵阿 不喜歡 但是肉我是喜歡的 好那 等一下麵就交給滿分大師處理 好我們就公約我們的肉就好了 肉肉肉肉肉 肉肉可以就可以囉 其他部分不行沒關係 肉肉肉 嗯嗯嗯 喔這個肉肉好吃 雖然跟我心目中的菲力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至少它的味道是我心目中那種味道 好 好 嫩嫩的嫩嫩的 好像這兒我肉也滿香的阿 好這個不錯 好個人覺得這肉真的是不錯 肉好吃 讚阿 嗯嗯嗯 肉好吃吧 肉不錯 好,OK 那麵就請你幫我吃 麵好多 麵就交給你處理 太多了吧 幫我吃一點 慢慢吃 好,那個人覺得他們的菲力牛排還蠻好吃的 蠻值得這個價錢的 就給各位參考 不錯 好,那順便同場加印一下隔壁的雞排 蠻好笑的 吃我雞排 哈哈 這段話還蠻好笑的 好,他們叫做 店名自己看一下 就在那個牛排的對面而已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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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